连结车和大货车在隧道里对撞 撞到车头扭曲变形 另一台货车则直接撞上了隧道的墙壁 两名驾驶都被卡在车内 景象人员爬上了大货车 确认驾驶的生命迹象 还好意识清楚 赶紧动用油压剪破坏车体 准备把人拉出来 两部大货车对撞残破的车身 全卡在隧道里 导致滨海公路双向交通一度中断 还好经过抢救 连结车跟大货车两名驾驶 都及时被救出来 没有生命危险 但这一处龙洞隧道 惊群的场面已经不是第一次 时间回到了去年 机车行驶在隧道内 远远看见两台货车的车灯 原来是连结车 逆向双黄线超车 吓得骑士赶紧往右靠 而危险的场面还有这一次 叫车双黄线超车 硬是切入别人的车头 逼得后车赶紧刹车 这一次就在龙洞的隧道口 发生连结车跟大货车的 对撞事故 驾驶全被卡在车内 这到底全是车身碎片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记者朱听龙 新北市报道